大家好,我是Qmo 現在就跟大家說一聲對不起 因為今天我用這個 這個是我一個新的攝影機 今天有上傳一部 Qmo應該是不會把那個影片拿下 因為他可以在YouTube上面讓影片轉動 不過當然也有人反應就是說 拍到後面那邊的時候 就是沒有聲音 Qmo也去確認,但是 實在是搞不回來 所以Qmo就是趁著今天 這是那個晚上 現在大概幾點 應該在什麼表 他那個晚上 小朋友先睡 Qmo再補一段 現在快11點了 Qmo補一段 當然也是順便在 Qmo做個動作之下 就包含了我的腳歐 就包含了腳歐 這個就是我自己平常在用的攝影機 但是有時候 我知道 有蠻多的好朋友 跟看影片的好朋友 其實大家都會給我一個建議 比如說 Qmo你那個收音啊 或是你可以拿麥克風啊 但是在這邊還是 跟各位很對不起 因為Qmo 畢竟來說 預算還是有限 自己Qmo在用的 的裝備 我會貼圖在下面 其實事實上來說 Qmo都比較常用的是 像這種 運動型的 所謂的像 GoPro啊 雖然我GoPro已經不用了 因為被打壞掉了 所以我現在用的是 別的牌子 的運動攝影機 所以基本上來說 他比較不能夠 做所謂外接麥克風的動作 未來Qmo 有一定會想要再繼續 不只是把自己的環境啊 或者是把一些裝備啊 或者是剪輯 甚至是把一些自己的 攝影器材 盡量的再更完善 能夠讓大家 就是說 看得很開心 也比較清楚 這樣子 不過當然Qmo剛開始 還是這樣 希望大家多多包含 好 那Qmo呢 等一下呢 一邊做動作 待會兒也會講到 一些關於看完的部分 把今天沒有拍完 因為他畫質真的比較差一點 那Qmo把這段把它補完 所以最主要走 講到的就是走位 走位 或者是你應該怎麼使用你的眼閉物 OK 假設 假設 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大家余光 你的鏡頭這邊 可以看到這邊有敵人 這邊有敵人 那敵人在那裡 或者是甚至更遠 OK 不管 那 我知道 我知道 其實事實上 我等一下講到一段 因為有人看了第一段之後 Qmo會真的真的這樣說個說明 如果說你今天遇到一個 這個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牆 你跳不過 好不好 或者是站板 不管 你今天也許是 都是低姿 甚至是趴的 或者是高的 我們現在就來講一個 站立的姿勢 好不好 站立的姿勢 OK 基本上來說 平常 一般 比較多人都是這樣子 全部以前是這樣子 我就壓在牆角 我就覺得 那邊應該有人 這邊應該有人 OK 然後我就 判頭偷看 我們用偷看的 或者是 到後來我們會這樣子 會 會看完之後 把槍督出來 OK 那事實上來說 你在做偷看的這個動作 當然 如果距離遠 對方沒有辦法 看到你 OK 那你就偷看成功 但是如果假設 他就是這麼近 甚至 再遠一點 不好意思Qmo空間有限 再遠一點 離你不遠 大概五六不遠的時候 你一偷看 他馬上就發覺你 這時候 你就失去了先機 失去了先機 Qmo要講的走位 不是說 你一定要照Qmo這個方式走 而是Qmo總結以前的一些 作戰的方式 當然啦 事實上來說還是有所缺陷 但是只是給大家做個參考 做個參考 好 我們繼續講 那你這樣子偷看 有沒有看到了 或者是你 好 那Qmo我們先把槍推出去 總可以了吧 推出去 我們就要出去了 這時候 大家記得一件事情 當你槍一推出去的時候 這時候 雖然你的槍頭跟著你人 一起出去 假設你今天是 不是電槍 你是GPP 你一出去的時候 結果發現你的敵人 不是在 這個敵人 他是在更另外一個方向 或者是 他的角度不太一樣 他甚至是蹲著 你今天一出去 一出去 哇 你沒有辦法在第一時間內 擊發 你沒有辦法第一時間內 擊發 攻擊對方 因為你沒有明到他 對方這時候看到你 他就開始攻擊你 你的先手 你的先 你的先 你的先手 第一手 你的先 你發現他前面對你有力的狀況 就會被小擬掉 OK 所以Qmo在這邊 會跟大家建議 基本上來說 我們還是一樣在這個 如果你在這個角度 Qmo的視線這樣子看 基本上來說呢 離你的障礙路 稍微 退個一兩步 有人說 不要離你的障礙路太遠 對 但是你要看你的四周圍方向 OK 這是最良好的狀態 當然你不能踢得太遠 你也可以切 你也可以切 但是最起碼你要把你的障礙路 推出來 OK 我沒有說這樣一定要退很遠 我沒有說一定要退很遠 OK 你今天退出來的時候 你就已經準備好了 你今天假設 假設 把你的敵人都假設在 他就在這片障礙路的後方 有可能會有敵人 這時候 你拿出 把你的武器架好 準備好 然後開始 開始 往外橫移 往外橫移 慢慢橫移 一出去 看到了 啪啪開箱 這時候 你一出去 你馬上在尋找你的目標的時候 是相當快速的 OK 我做個正面給大家看 假設 這邊有一個看不到的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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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打個比方 這邊有一個看不到的牆 那我今天在這邊 我還是都擋住 他是看不到我的 這時候 我退後一點 因為你太近了 你槍已經撞到 你已經撞到你的牆壁了 你已經撞到你的牆壁了 OK 退後一點 當然要看你左右 不要說 不要說你今天 在前方 敵方深入的時候 還退出眼閉路 騎彎彎 那你就自己找死 對不對 聽不懂說 這個是個概念 這個是個概念 OK 當然啦 你還是要試著現場的狀況去變化 好 退 退出來之後呢 然後我們慢慢 去切 切這個切腳 一切出來 OK 你今天就能夠掌握到你敵方 甚至你可以馬上開槍 OK 要不然你可以縮回來 好 我們用這個 再做一次 基本上你到槍邊 當然啦 你也是可以用手槍 有沒有把手槍拿出來 但一樣意思嘛 你今天 假設你用手槍做一次 今天用手槍做一次 你現在已經踩好了 OK 我今天覺得他在旁邊 我一轉 有 啪啪我就打他 但如果你今天一轉過來 咻 結果他人是在地上的時候 你這樣子 就失去了先機 因為他已經開始在攻擊你了 也就是等於是 如果你今天是採取 OK 我先退開我自己的眼壁物 一個足夠的空間 我已經把你的瞄準姿勢準備好了 準備好了 然後慢慢的 去切出去 給自己一個射擊的角度 你這樣子 更容易操縱你的 槍頭 好不好 這是你 丟你火力 丟你BB彈的方向 好不好 你更容易操作它 OK 因為你這樣子出去 你已經準備好了 喂 準備好了 當然你這樣子 一出去 噓 這一瞬間 跟你已經準備好 基本上是有差距的 是有差距的 當然 這只是一個 Q摸的經驗 跟一個蓋入 當然 如果說 你想 喜歡直接切 那也不在意 那也不在意 看你自己 好不好 基本上呢 有點喘 因為有點熱 基本上呢 這就是 所謂你今天在使用岩體的時候 使用岩體的時候 當然你可以貼著牆上 貼著牆上 記得吧 很多 有時候你看 有些部隊 他們在攻堅 他們今天準備好了 就在牆邊 這樣 好 我要進房間 就要衝進去了 OK 但是 各位想清楚一下 今天 他那種 房間內的CQB 雖然我現在指的是 我現在看起來的場景像CQB 但是 我算指的是 把這個想像成 任何一種 岩體 樹林 樹木 站板 矮牆 低牆 高牆 欸你有隨便 好不好 以這樣子來做一個 你可以這樣子 往後 退出一個 你的 你的 舒適 範圍 舒適的距離 然後能夠讓你把槍推出來 然後做好你攻擊之前的準備 然後之後再 去移動 然後把你的射擊角度 我上一波講到射擊角度 把它切出來 然後再去做攻擊 OK 好嗎 那當然 實際上 他們衝出去那種掃房間的模式 畢竟 是真槍 而且他們已經 已經有準備了 但我們 是玩具 打出來是6mm 我們打出來是塑膠袋 也就是等於 你今天衝出去 再打的時候 這是一個活動遊戲 對他們真實狀況在演練的時候 他們也是有一定的風險 我衝進去 有一個人就是趴在地上打我 我可能就開不到他 但是我後面有人堵上他 OK 它是真槍的模式 因為之前曾經有人跟Q-1 聊說說 你看 我們進去掃房間 可以 但是我們真的遇過之後 我們進去掃房間 有個人就躲在黑暗的角落 你五個進去掃 他在角落拿電槍 一進門口 就往門口這樣子給你 BRA BRA 門口在那裡 BRA BRA 既然都死啊 BRA 既然都死 因為他是 他是BB蛋嘛 他是BB蛋嘛 而且再加上 你看 人家 真的不要不要的 幹 再繼續給他掃檔 這樣才剛好而已 但是我們打生存的時候 你想 如果你今天 不要說 我打個地方 在 台北的CQB場地 你今天 人家走在房間 你要從旁邊真的拿一顆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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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撼蛋給Candy味道 對不對 被人家告的不要不要人 是不是 那當然 這是取決於戰 就是說 這是我們 我們 我們玩這種 玩具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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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很重要 講三次講玩具槍 OK 在活動場上 活動場上 有一個應用方法 應用方法 OK 那 因為CYMO 就不要移到那邊了 雖然坐著 講比較舒服 CYMO繼續講 講到今天 腳給人 因為 對啦 為什麼 會 會 想說 卡後蘭 然後接著上一個 要來講 所謂的 真槍 跟玩具槍 事實上 是因為 有一個 外國的老朋友 他有跟我聊天 他說 他很喜歡某一位 不好意思 我忘記名字了 一位 他有在戰術教練 他有在教導一些 戰術的知識 不是那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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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記 幾乎太多 不是那一個 他就有 在Youtube上面 就曾經說過 玩具槍 對於他們 真實 就像現在 美軍也很多 很多 部隊 他們在演習 演練 甚至一些CQB 他們最喜歡在CQB裡面 使用玩具槍 電槍 下去 Layer Softgun 下去做他們的操演 演練 因為那個距離 剛好 玩具槍打到的距離 就是他們的室內距離 所以他們拿這個來操練 第一 非常的安全 第二 非常的省錢 OK 那我們再拉拉拉拉拉拉 拉回來 那 就是 聊聊聊聊 我跟他聊 就會覺得就是說 那今天 事實上 今天的Cahora 主題就是 玩具槍跟真槍 雖然說 他有所不同 但是在某種的訓練上 他還是可以契合他的 但是 大家還是要記得 真槍的一些技巧 技巧 我講真的 真槍的某些技巧來說 其實事實上是 不適用於 我們玩生存遊戲的 來說 畢竟 你今天你面對的 他 真槍 真槍一打 會彈 會跳 會彈 會跳 他有可能打不清楚 或者是他有煙消 可能會再打 你打了他一定會有 火要煙出來 會燻到你的眼睛 遮在你的視線 甚至打的時候跳 真的有很多都打在 打在上方 Anyway 就是這樣子 所以 你今天在遊戲場上遇到的 他今天拿的是一把電槍 嘶 嘶 嘶 一次出來 一摳一下 三十發 一摳一下三十發 試問各位 你 你如果用真槍這樣子 嘿 我進去 做一個高層動作進去 你這邊要 然後就請出去了 我就請出去了 OK 好嗎 那當然 這只是 Q某的一個 經驗坦 跟看過的狀態 只不過就是說 大家有時候 還是得要 就是說 我們可以看一看真槍的東西 但 它事實上有些東西 是套在我們 玩具槍上面 其實 或者是我們生存遊戲 Q某 其實最主要是 在講我們生存遊戲的東西 未來Q某如果有講到一些 其他例如說 我去 我去打飛拔 打真槍 或者是 遇到其他東西 那Q某用不一樣的標題 來告訴各位 講清楚 對 那 Q某還是 就是 把所有的重點 放在我們生存遊戲 玩具槍的重點上面 對 那接下來 我們還要再談到另外一點 那 Q某 你接下來 除了 位移 大概一個 眼閉掩護 那 跟一個 昨天有講到的 就是一個 大略的戰術 講到戰術 也要跟大家說一聲對不起 我用的只能比較 粗淺一點 那未來 如果可以 我的鏡頭大一點 能夠廣一點 我會再多買一些 嗯 也許是小的 阿兵哥人 對不對 這樣擺起來 看起來比較漂亮 打起來才比較有FU嘛 對不對 你可以知道說 怎麼樣 去工法 像這個Q某以前 就常常會去思考 我們要怎麼去做 但事實上 在我們的廠 在我們生存遊戲的活動廠 在這邊 我把它不納入教學 我把它納在我們卡歐欄裡面 也許改革會獨立出來 呃 記不記得 Q某在昨天的 呃 戰術上面 一對一的時候 你看他們兩邊相對 我今天 往這邊開槍的時候 對方會說 對方會說 沒錯嘛 他往你這邊開過來的時候 你也要說阿 你不說你就被他打到了 對不對 我今天 出來 他要躲進去 我如果出來 他打過來 我就得說嘛 是不是這樣 你沒有錯嘛 對不對 因為被打到今天就是 就 Ganova陣亡了嘛 對不對 但是 有時候 這種所謂的 我打你 你會閃 你打我 我會閃 甚至是一種 像GPP這種 生肖像 聲 聲效 聲音上面的 甚至一些 子彈出去的那種聲音 其實 基本上來說 都可以造成 人的一種恐懼感 真的 如果在場上真的看很多 打個比方吧 例如說 嗯 OK 我現在在 這邊的眼底 這邊的眼底 然後你看 這邊 就有一個 在這邊守著 然後拿著槍起來 已經在跟對方 在那邊打了 摳的 那 但是 對方一直打 打過來 然後槍飛然後 往這邊打的時候 然後開始抓到這邊 一說之後 你就發覺 只要每次子彈過來 他就 再說 再說 OK 很 聽說 你講這個幹嘛 實際上來說 就是因為 他持續上的攻擊 所以你在說 你會退縮 但事實真的 那麼容易擊中嗎 事實上並不是 QMO真的曾經在場上做 做 做一個 呃 嘗試 那 相信如果之前有遇過 跟QMO打過 也知道QMO有時候會做這種事情 今天我在眼底 OK 好 對方 巴巴巴巴 我可以走出來 我甚至可以走很出來 然後出來 開對方 甚至他槍口已經對到我了 已經對到QMO的時候 他打過來的時候 但是 我今天只要稍微一閃 一發覺沒有打到 我繼續打 你就發覺 你就把對方逼回去了 也許你會講 全部很像講 好龍頭 好龍頭 那我就給 給各位一個 一個簡單來講 就是像以前人家說的 今天嘛 你狹路相逢 狹路相逢 你跟他 就是你跟他 對不對 當然是 誰 你能夠 提起你的勇氣 去面對他的子彈 在這邊 額外跟大家提一下 說坦白 如果你今天是在 大概十幾 二十米開外 大概二十米 好不好 二十米是個攻擊距離 他今天 即便他拿電槍 灑過來 拿GPP灑過來 你都還有機會 甚至你眼睛都還會稍微看 阿子彈跑過來 因為我們是 玩具槍 我們的初速 一百二 一百三 左右 好不好 初速每秒一百二 一百三 米 其實不快 真槍槍口輸出 基本上來說超過八百 真槍 部槍都超過八百 Upper 好不好 那就破音速了 基本上來說 喔不是破音速啦 最起碼亞音速嘛 對不對 也就是人家打 你眼睛根本追不到 你的眼睛看不到 你只會看到 噢啦 噢啦 倒了 但你在玩生存遊戲的時候 事實上 你如果眼睛好一點 或者是你習慣了 你真的可以看到那個子彈滾 你這樣去過來 你還有機會可以抖 你還有機會可以抖 所以大家真的要 試著去 或者是如果你有朋友 你有朋友 你可以 咦我們一人站一邊 然後 你打過來 然後 盡量少說一點 盡量少說 去注意對方 這時候你要發覺 如果對方在做所謂的 不管是換彈 還是 電槍總要鬆一下你的手指頭吧 對不對 幹不可以一直打的 會怕贏嘛 對不對 他總要幹個子彈吧 對不對 電槍 這個姿勢大家都很懂 OK 對不對 那時候你就可以做反擊 你就可以壓回去 對不對 好 你就說 啊 這樣壓回去之後呢 那就是要動 什麼叫動 就像我昨天戰術一樣 你就是要移動 不要把自己固定在一個地方 不要把自己固定在一個地方 盡量在你要移動的時候 你再另外講一點 你在移動的時候 不管你是蹲姿還是趴姿 趴姿 不管是腳踏有點痠 就不趴了 假設我很跪姿 那如果我今天 欸我怎麼樣移動了 那你一定要準備好做一個半分 或者是你已經槍準備好了 或者是你打算決定 不管我今天要跑 那你今天就要跑向下一個 你的MV物 OK 好嗎 而不是 我要直接從地上 一起來彈起來 然後馬上跑 QMO告訴你說實在 那真的有點困 除非你的身體素質很好 你必須要先起來 找好位置 把你的預備姿都準備好之後 思考好你的方向跟位置的時候 這時候你就不用想 就跑 就對了 或者是 你在壓制對方的時候 你看對方頭縮進去 你也不用想 你就可以基本上往前 你也可以基本上往前 QMO這場上真的看太多了 當然 這個是 QMO的個人經驗 QMO的個人經驗 如果我只要壓人家頭縮進去 我就會想辦法趕快往前跑 或者是我今天要切換位置 因為 你不能一直同樣待在原本的一個地方 因為對方已經知道你在那裡 所以你當然就是說 欸我把你壓進去了 我趕快來跑 你看不到的旁邊 或看不到的右邊或左邊 那對方不知道你跑到這裡了 或者是你的位置 你的同伴堵上來 你跑到一個新的位置 他不知道你 你今天 針對他 你的攻擊點 你的攻擊的範圍 就變大了 OK 所以今天的騷擾就是要告訴各位 就是說 盡量 不是說 要你衝出去找死 也可以這樣講 要去習慣 要去習慣 今天 你不跑 你不往前衝 那今天就是將軍 對 當然啦 拿著槍 大家一剛開始 拿著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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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各位 如果 你慢慢的覺得 普通的 撒子彈 對你來說 已經沒有意思了 或者是 你覺得 我不喜歡玩電槍 不喜歡玩GPB 那你喜歡玩GPB 那你的彈量 當然沒有人家的多 你的打的速度 也沒有人家快 你這樣 啪啪啪啪 你當然沒有人家快 這時候 你必須要的就是 你要從你自己的動作 推進 跟一些觀念上 去做改變 當然 QMO說的 也不是說 百分之一百都是對的 而是 這個是 QMO從以前 打到現在 所 所看到的 或者是所知道的 一些在場上 的 一些 嗯 算經驗吧 算經驗吧 所以有時候 拿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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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所以 那今天 卡歐蘭呢 跟 稍微 剛才走位 稍微 補全一下 那就先 講到這 因為我知道 大家 不喜歡 QMO拍太長 但是現在 有蠻多 QMO 你可以拍長一點 十五二十分鐘 也OK 但是 有些人 十分鐘的人 看了 就已經 愛睡啊 不想看 QMO的未來 還會慢慢去調整 或者是 會在 剛開始的文上面 會跟各位提 所以說 今天是一個 講比較久的 或者是 講比較短的 或者是一個 比較的 OK 大家今天就是說 你也不用說一定要點 而是 照你想要看 OK QMO真的只是 想要把自己的一些經驗 跟一些 想要 想要 讓大家知道的東西 分享給大家 好 那 今天呢 QMO就先講到這裡 那未來呢 今天 這個 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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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月底 然後我就是奇怪 外球不要了 時間到這裡 今天十 十號嘛 這個月底 我還是要開始了 QMO可能就會準備好一點的 去租個好一點的攝影機 然後找個人啊 跟QMO 然後我會去把 嗯 把無哈記 有什麼新的東西 有什麼好玩的東西 有什麼新的資訊 有什麼新的資訊 再拍回來 分享給大家 OK 好 那這就是今天的卡歐欄 當然 如果你有什麼疑問 有什麼問題 這是最好的 還是你想要看我拍什麼樣的題目 你就跟QMO下面留言 好不好 OK 那今天就先這樣子 好 謝謝 謝謝 谢谢观看